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商用的烧饼酱 它可以用于手抓饼,酱香饼,鸡蛋罐饼 所有面食需要刷酱的食物 也可以用于烧烤的刷酱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紫色的洋葱一个 一定要紫色的,白色的洋葱是臭的 香菇50克,生姜20克,蒜片50克,胡萝卜60克 把这所有的食材切成丁 用破壁机给它打成果汁 切好的丁放到料理机里面 加上200-250克清水 按果汁键 打成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 拿一个小秤,放上屏幕上所有的调料 这是豆瓣酱 所有的酱料一定要搅拌均匀 放到一旁备用 准备一点香料 分料在屏幕上 把香料清洗一下 准备小葱50克 葱头50克,香菜50克 锅烧热以后 锅里加两斤菜籽油 把油温烧到150度左右 把油关火以后 放青菜,不然它容易脏 用大火把它炸黄以后捞出 炸成这样捞出来 把火关掉 下入前面清洗好的香料 香料用中火炸四分钟捞出来 香料捞出以后把火关掉 加入前面用料理机打好的蔬菜汁 一定要慢慢的下 小火把这蔬菜汁炒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再加入前面调好的酱料 开小火慢慢的熬 开小火慢慢的熬 熬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把这里面的水分熬干 这酱已经熬了40分钟了 如果你像稠一点的 就把酱的分量加多一点 油放少一点 我这熬的比较稀一点 把酱放在这个大盆里面 一般熬一次酱用三四天就可以了 如果当时用的话 不需要放这么多油 因为我这一下子用不完 我就多放一点油 比较好保存一些 这酱晾凉以后 放到玻璃瓶里 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 用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 酱熬好盛起来以后 最后放入味精和白糖 这酱就熬好了 想创业摆摊 卖饼 卖烧烤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款酱 味道非常好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